汽车在国内的需求是越来越多 面对这样的大市场 汽车制造商也在不断的追求更高质量的汽车 来扩大自己的市场销售额 对于性能源汽车 不知道大家心里是怎样感受的 在近几年的欢迎程度还是不错的 有纯电动版的和油电混合的两种 就拿最近比较火的一款性能源汽车 比亚迪唐DM来讲吧 比亚迪唐DM在动力方面 全新一代唐搭载2.0T插电式混动系统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超过368千瓦 高配车型0-100千米每小时加速油望达到4.5秒 此外全新一代唐还搭载全时电四驱系统 百公里油耗低于两升 在全电动模式下 全新一代唐全电续航里程最长可达100千米 远超同级别其他车型 这款车投入到市场 其销量是不错的 人们喜欢它的轻便 虽然是SUV但它是电动的 所以在驾驶的时候感觉动力很足 而且百米加速的时间也只需要几秒 这可能就是新能源汽车的独特之处吧 有人说 作为SUV的比亚迪唐DM 有一个地方觉得应该要改进 那就是关于备用车胎的问题 这款车是没有备用车胎的 一般的SUV都会配备一个备用胎的存放位置 而它没有 但是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比如有一位车友把备用胎打包一个袋子里 直接把第三排放倒 然后平放在上面 可能有些车友会说 这样太浪费第三排的位置了 这里其实你想想 第三排在实际用到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所以也谈不上浪费吧 感谢观看